唐太宗李世民的人生是成功的,这不仅仅因为他是大唐王朝的掌舵人,还因为他是一个成功的掌舵人。 他为大唐王朝这艘巨大的航船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最终使出三百年的光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唐太宗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首先在于他有一个清晰的自我定位,那么他成功的另外一个原因会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唐太宗成功的原因就是给自己设立远大的目标,那人没目标能行吗? 人有目标,这个事业这么说吧,一个事业要想成功,必须得有远大的目标,要有胸怀抱负,有胸怀抱负不一定成功,但是没有胸怀抱负一定不能成功。 对于唐太宗来说,他就有一些远大的目标,应该说这些远大的目标的建立是建立在切肤之痛的基础之上,他继位之初应该说天下并不安定。 因此他给自己设置了三大目标,哪三大目标呢? 这也是他所面临的三大问题,由三大问题而来,哪三大问题呢? 一个经济凋敝,再一个外敌入侵,还有一个就是制度混乱。 因此他就要解决这三大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比方说民生问题,重视民生,唐太宗非常的重视民生。 你要知道唐朝的统一战争是打到贞观二年才宣告结束的,整个国家是在战乱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 所以说经济应该说比起隋阳帝鼎盛时期要差得远,很多地方食不果腹的现象也是非常普遍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他非常的重视民生,兴建农田水利,重视农丧。 比方说地方官如果到地方上去出使,回来了之后,唐太宗首先第一点就要问,不问别的,先问第一点,你去到那个地方上,你看农田的情况如何? 你预测今年的收成如何呀?他都首先要问这样的问题。 比方说太子要举行冠礼,冠礼是大礼啊,结果要举行冠礼这个时间呢,唐太宗一算不行了,怎么呢? 与农忙季节相重叠,你要知道这么大个典礼,一定需要大量的人手,需要大量的民工,一定会夺农石。 所以唐太宗就下令,这个冠礼啊,咱取消了它,不办了,就为了照顾农石。 另外一个,他自己过的生活也非常的节俭,他的宫里边啊,应该说啊,生活是非常的有节度的,不追求那些奢侈的东西。 他的皇后,长孙皇后在这方面做的也非常的好。 长孙皇后啊,是这样的一个人,皇后应该享有的这些东西,他都享有。 但是,人家可有个特点,怎么呢?就是规定以外的东西,他是一个字都不要,从来不向地方上向官员们做额外的索取,很懂得约束自己。 那这对夫妻啊,应该称得上是中国古代帝王夫妻当中的典范。 而且唐太宗还曾经有一个故事,很有名,有一年闹大汉。 结果呢,大家也知道,汉灾啊,后面往往跟着的就有蝗灾,蝗虫。 结果这个蝗虫来的是铺天盖地,农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唐太宗内心非常的焦急,为此是寝食不安。 有一次,他来到了长安郊外进行视察,一看这个农田的情况啊,真的是非常严重。 结果唐太宗在地上就抓住了一只蝗虫,拿起来之后,他跟这个蝗虫说, 说,哎呀,你呀,吃了庄稼,老百姓就活不下去。 如果上天一定要降罪于我们唐朝的话,不如降罪到我个人的身上来吧。 这话什么意思呢? 你要知道,古人啊,迷信,古人认为蝗灾这个东西,它是上天的降罪。 说实话,蝗灾是跟其他的灾荒有点不大一样,怎么呢? 他这个来的时候啊,气势兴凶,而且毫无预兆。 这个蝗虫群,它是迁徙的呀,它某个地方起来了之后,它可能是迁徙到甲地,甲地的东西让它吃光了之后,它才迁徙到乙地。 而且来的时候铺天盖地,那个气势非常的害人。 所以啊,古人就认为蝗虫的来临是因为本地的人犯罪了,上天降罪于我们。 唐太宗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老天一定要降这样的罪的话,那好了,你把这个罪啊,降到我身上,不要降到老百姓的身上,行不行啊? 说完这个话之后,他拿起那个蝗虫,他就要吃。 他跟蝗虫说,你干脆啊,别吃老百姓的那个粮食了,你干脆啊,吃我的五脏六腹好了。 旁边人劝他,说不要吃,不要吃,那晚上吃了之后的得病怎么办? 结果唐太宗不听,把那个蝗虫就给咽下肚子去了。 唐太宗吃一只蝗虫就起到灭黄的作用了吗? 那肯定起不到。 但是关键在这儿啊,它是一个姿态啊, 老百姓在遭受这样的苦难的同时, 他能够看到皇帝及他们之所及, 想他们之所想,能够跟他们站到一起去。 那请问一下大家,这对大家的民心士气是不是有着正面的鼓励作用? 这就是唐太宗重视民生的一个体现。 唐太宗作为帝王,他能够对百姓的疾苦感同身受, 能够为百姓的扶植考虑,懂得约束自己的行为, 这极大的提振了民心凝聚的士气, 使得唐朝能够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最终改变了隋朝末年以来经济凋敝的现状。 这是唐太宗对内部问题的作为。 那么当唐朝面临外部问题, 被人打到家门口的时候, 唐太宗又是怎么做的呢? 请继续收看中国故事富强篇第八集, 真冠必犯。 第二一个, 唐太宗无力欲敌, 唐太宗在自己刚刚继位的时候, 就曾经蒙受了一次耻辱, 怎么回事呢? 突厥, 竭力可汗, 入侵, 要说这个突厥呀, 在当时可是北方草原的霸主, 比方说北州北齐都曾经向他称臣, 到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时候, 他也曾经支援过多路的这个诸侯, 结果现在唐朝建立起来了, 他如耿在侯, 因此在唐太宗继位之后不久, 他就来了个入侵, 唐朝, 唐太宗听说消息之后, 不愧是武将出身呀, 要说唐太宗, 唐太宗听说这个消息之后, 唐太宗只带了少量的随从, 就只身前往渭水北岸, 与敌方进行谈判, 你看这个突厥猖狂不猖狂, 一路打到了渭水北岸, 长安城就在渭水南岸, 等于是过了这条河就兵临城下了, 结果唐太宗在渭水当中的便桥之上, 与杰利克汗举行了一场会晤, 这场会晤由于没有第三者在场, 所以我们不知道双方究竟达成了怎样的一个协议, 但是我基本可以肯定唐太宗当时迫于形势, 一定是答应了很多屈辱的条件, 这才换取了杰利克汗的退兵, 这个危机暂时的看着是过去, 但是唐太宗牢记心中, 为什么? 这是你国力衰弱的一个体现, 国力还不够强, 所以才能遭人欺负, 因此唐太宗时刻不忘着报仇薛齿, 到了贞观三年, 机会来了, 突厥面临两大问题, 一个他属下的部落不断的举兵反抗他, 这是一个, 还有在这一年的冬天, 草原上迎来了一场大雪灾, 因此唐太宗意识到机会来了, 贞观四年, 他派出了两员大将, 谁呢? 一个是李世基, 一个是李靖, 这是唐朝历史上最有名的两位军事家, 派遣他们率领精兵强将, 长途奔西, 直扑杰利克汗的大本营, 这一仗突厥被打了个落花流水, 最后杰利克汗被俘被带往了长安, 唐太宗可以说是报仇薛齿, 第三一点, 制度斐然, 唐太宗时期制度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他父亲在位期间, 武德年间多数沿用的还是这个隋朝的典章制度, 从武德七年开始, 他父亲也想建立自己的制度, 但是搞了没多久, 大家也知道武德九年玄武门事变爆发, 他下台了, 而唐太宗接任之后, 唐太宗在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一切都走向了正轨, 他制定了大唐的贞观律, 也制定了贞观理, 也就是说无论是法律还是理点方面, 他都给唐朝奠定了一个基础, 后来唐朝的制度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得以延伸, 但是人无完人, 唐太宗也有缺点呢, 你比如说晚年, 他对自己的太子李治就曾经说过这样的一番话, 他说我这个人呢, 我的前半生啊, 我觉得做的还可以, 但是我最近这几年呢, 我觉得有亏欠, 怎么亏欠呢, 第一, 有了享乐之心了, 生活比以往奢侈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一个, 我早年间听建言非常的虚心, 但是我最近这几年有点自负, 听建言方面做的不如以前了, 你别说, 一个人呢, 犯了错之后还能对自己有这么一个清醒的认识, 这一点本身来说就相当的了不得, 唐太宗对自己啊, 晚年应该说还是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而且大家也知道, 他有些事情, 我们的确他做的我们不敢, 不敢恭维啊, 比方说他曾经修改史书, 他为了掩盖自己玄武门事变的这个真实性, 为了锻造自己政权的合法性的这个色彩, 因此他曾经修改过史书, 这点是众所周知的, 要知道这件事, 他可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先例啊, 为什么呢, 在此之前中国的皇帝是不看自己的起居住, 不看自己的史书的, 但是他要看, 所以说这件事情是一个不好的先例, 而且啊, 呃, 晚年应该说他也是昏招, 跌出, 比方说, 在太子人选这个问题上, 太子人选这个问题上, 他刚开始太子李承前与魏王李太展开斗争的时候, 他犹豫不决, 不知道该支持谁, 等最后觉得矛盾已经不可收拾的时候, 他采取的办法是, 你们谁我都不要, 凡是参与斗争的皇子都被他摒弃, 最后他选择的是谁呢, 选择的是那个与世无争的晋王李治, 立他为太子, 这就是唐高宗, 为什么选李治呢, 李治这个与世无争, 还有就是李治性格温和, 可是温和的另一面是什么呢, 就是软呢, 李治的性格软呢, 结果就出现了个问题了, 临去世之前, 他给自己的儿子留下了一个元老重臣集团, 来加以辅佐, 谁呢, 长孙无忌, 楚隋良, 于志宁和李基, 留这么个四人元老重臣集团来辅佐, 好心好意, 我这孩子性格比较软, 能力欠缺, 你们四个老人呢, 帮一帮他, 唐太宗觉得自己是好心好意, 我给我这儿子留下了四个能干的老臣, 其中长孙无忌还是他亲舅舅, 多好啊, 结果问题就在这儿了, 李治性格再软, 他也不愿意活在老皇帝的阴影之下, 所以最后武则天立后这件事, 你在我看来, 其实说白了, 就是唐高宗向元老重臣集团争权, 你要说, 这个为什么高宗在武则天立后这件事上使智不渝, 对武则天的喜爱, 那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等于是借这个事情, 向自己的这个舅舅叔叔们摊牌, 我要争取自己的权利, 我不愿意凡事都听你们的, 什么事都替我做主, 我不乐意, 所以说你说武则天, 你说武则天那时候就有当皇帝的野心了, 就那种政治欲望, 没有, 武则天那阵, 他不过就是一个后妃, 他要完成的, 不过是后妃们共同的一个最高理想, 就是当皇后, 高宗那阵, 也不会意识到武则天未来会当皇帝, 那阵是不可能预见到的, 他要的就是争权, 结果最后闹到什么结果, 闹到了最后不可开交, 长孙无忌, 楚随良等这些人最后都死掉, 这场矛盾, 说白了, 就跟唐太宗晚年继承人问题上, 他的布置有欠缺, 密切相关, 但是不管怎么样, 唐太宗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人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皇帝之一, 他的成功就在于, 他不仅带来了一个治世, 而且还为未来奠定了一个基础, 千百年来受到大家的传送, 受到大家的赞扬, 他懂得约束权利, 懂得约束自己的内心, 从为人上来说, 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下一讲我们将讲述开源盛世, 我们来看一看, 唐玄宗李隆基的治政得失, 好, 谢谢,